明代的瓷器技术高度发达,例如有了白瓷代表了中国之瓷史上白有的最高水平,其后不久出现了季红、季冷,同样代表高沃丹色有瓷技术的飞跃。 季德镇自哈代起开始较大规模的致辞,到南北朝时期成名,唐宋时期享誉全国,到了元代因为烧制成功清花瓷,从而享誉中外,到了明代则是独付天下,成为辞都。 伴随着这一过程,季冷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。 然而,就在季德镇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,对于工人的剥削也日益严重,最终爆发了瓷器笔伏的工人反抗运动,而其中的白围裙运动更是被撞。 家境年间,季德镇的包装工人,发起了百围裙运动,瓷器在出厂前,都要用刀草保护进行包装,人们称其为浇草。 按照行规,浇草型工人吃的是白米饭,每五个人组成一个劳动小组,交做一条等,每月初一,食物每个小组猪肉一斤。 家境之前一直是这个规矩,但到了家境年间,各家老板一种忍借口,如生产成本上升或买卖不好做为由,先是取消了猪肉,后又把白米饭改成了糙米饭。 这一下工人们的怒火开始爆发了,安徽其门人郑子墓不仅手艺好,而且为人非常好爽正直,因此,颇受同行爱戴,人们要求他组织行业性罢工。 这一下可急坏了官府和老板们,福良县衙立即将郑子墓等人抓捕收监,并张贴告示,要求立刻复工。 在一位无人包装,焦草型意外的,其他工种行会便开始施压,要求立刻答应工人们的要求。 最终,达成如下协议,立即释放郑子墓等人,恢复白米饭和一条等一斤猪肉。 柔州、南昌、福州、辉州四复的焦草,新选出代表监督老板们的执行情况,唐优为越法老板,在苏州会挂演戏三天。 正当工人们欢呼雀跃的时候,一个阴谋却产生了。 焦草型和其他相关行业的行会负责人认为,此风不能长,绝不能让工人们尝到罢工的甜头,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 因此,官府重新逮捕了郑子墓等人。 等工人们再次罢工,向县衙请愿时,人们竟然发现在县衙内放着两盆炭火,火中烧着一顶血帽子和一双铁靴。 为了让反抗气氛更有氛围,我们不妨做一个情景在线。 虽然,明朝的人的说话我们无法详细知道,但我们都有生活。 按照王朔批评金东所说,没吃过猪肉,还没见过猪袍。 然一照五指着工人们怒道,告诉你们,任何事都要有规矩,要懂得上下尊卑。 老板们给你们工作干,你们应该感恩戴德,一点猪肉,白米饭,就让你们一下饭上了。 你说得好听,既要让我们干重活,又不给我们吃好,你以为我们是木头呀,干脆别给我们吃米饭了,给草吃吧。 哼,你小子别嘴硬,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,一条是五条件复工,一条是穿铁靴子戴铁帽,你敢吗? 我,我,我两条都不选,哼,都,不选的话,就把你们这些闹上的全都抓起来。 你们,我们咋着,你们这帮凋铃就带这么整句。 复工,复工,如果有人敢穿铁靴戴铁帽,你们就按我们的要求做。 牙医一听一愣,回头一看正是正子木。 你,你,你真的敢?我只问你,官府说话算数吗? 啊,算呀,算,不过,不过,你,你,你真敢? 正子木听吧,甩开其他牙医的手,来到赵武面前,冷冷一笑,人总归一死,如果我死能给各位兄弟带来好处,我愿意。 正子木说吧,冲着兄弟们抱拳红手,各位,各位,兄弟我从安徽奇门来和迎生,加油老母亲儿,看各位兄弟把我送回家中。 赵武一见正子木好像是真的,赶忙来到一位焦草型老板面前。 老板,我看算了吧,闹不好真出人命。 哼,我看他没这个胆子。 就算死了又怎样,不过给点钱而已。 就在这时,正子木已经行动了第二天,焦草型的所有工人来到了江边,将正子木的尸体抬到了船上。 突然一人高兴喊道,各位,正大哥是为了我们而死,他家有老小,我们怎么办? 无论钱才多少,咱们每人一枚或几枚铜钱都可,一定要让正哥死得安生。 话音刚落,这个人从怀中掏出十枚铜钱扔进了船舱。 接着焦草型工人全都扔起了铜钱。 顶侧间,船舱满了。 就在这时,正子木的土地捧着一条白尾裙来。 到众人面前,师傅,您生前工作的时候,就拿西白尾裙,今天我就把白尾裙拿来与您一同回家。 就在这时,一位年老的焦草师傅咳嗽了一声,将边几百名焦草师傅,齐刷刷,全都拿出白尾裙系在了腰间。 系白尾裙这个传统,一直延续到今天。 竹地雄霸凶狠,玩死射流就杀了几一位总头目,从哥斯达里加二百年历史上,中美洲中唯一的成功国家孔祥西,宋子文请起作顾问,他的一个建议,让纸别别凑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